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极库的肠胃道保健套组 俗话说肠胃顾得好,健康人不老 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极库到底有哪些产品可以帮助我们来顾肠胃 好,那首先今天要介绍的是四个产品 第一个是顾肠道的益生菌 还有植物性益生菌两款 再来是可以修补我们胃黏膜的胶原蛋白脊溶饮 再来就是部位助消化的部合骨物发酵粉 也就是骨物酵素 好,首先马上进入第一个产品 放了骨物发酵粉,也就是骨物酵素 好,酵素呢,它又叫做生命的火花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酵素它其实是人体里面的一种蛋白质 这个酵素非常的重要 我可以帮助身体所有化学反应都能正常进行 所以可以这么说,如果身体里面没有酵素的话 那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活着的 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化学反应以及代谢都需要酵素的帮忙 那酵素呢分为两种 一种是代谢酵素,一种是消化酵素 代谢酵素呢就是负责我们体内的代谢反应的酵素 那另外一种呢消化酵素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分解食物的一种酵素 那消化酵素呢又分为淀粉酶、脂肪酶以及蛋白酶 分别是分解淀粉、分解脂肪以及分解蛋白的酵素 那它的作用呢就是把食物的大分子养分分解为小分子 好,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补充一点 科学实证呢能由外来补充的酵素只有消化酵素 代谢酵素是没有办法的 因此呢我们常看到市面上很多酵素产品 宣称可以吃了之后可以增加代谢啦 燃烧脂肪啦甚至减肥啦等等 那其实都是一些夸大不实的广告用词哦 因为呢那一些都是属于代谢酵素的功能 而我们科学实证可以补充的只有消化酵素哦 那我们的健保衡补物酵素呢也是属于消化酵素 好,接下来为什么要补充酵素呢 难道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吗 好,其实是可以的哦 但是呢人体一生中自行制造的酵素 其实含量很有限 另外呢它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哦 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好,这个是20多岁的时候 我们的消化酵素还有这么多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80多岁的时候 哇,消化酵素已经递减到这么少了哦 好,因此呢 我们常可以听到有些中老年人啊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肠胃不好 常常消化不良等等的哦 那是因为消化酵素不足而导致消化不良的原因 那要怎么样来改善呢 很简单 只要补充酵素保健品 就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以及减轻肠胃的负担哦 好,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消化不良的经验哦 好,可以这么说哦 大概10个人里面有10个哦 都有这种消化不良不舒服的体验哦 好,那什么是消化不良呢? 消化不良其实就是食物没有经过充分的消化 就进入肠道 产生的上腹不适感 上腹就是肚脐以上的部位的不舒服的感觉哦 好,那这个消化不良的症状呢 大概就会有胃有沉重的感觉 也就是台语的胃中的感觉 再来呢就是有可能会有打嗝的现象 那再来就是食物逆流 食物逆流就是当你打嗝的时候 感觉你胃里面的食物好像也快要流出来了 快要从喉头溢出来的这种感觉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脏气肚子痛 那或者是恶心呕吐等等的 这些都是消化不良的症状 好,那原因呢 消化不良的原因大概就是暴饮暴食一下子吃太多 或者是吃太快 我们现代人啊 很多因为忙碌的关系 有时候一餐哦 狼尖狐烟赶快吃掉 像我自己也是 平均吃一餐饭大概只要十分钟 因为有时候赶着上班啊 或者是赶着照顾小孩等等的 那或者呢吃太油 喜欢吃油菜的东西 也会导致消化不良 再来压力大也会 这个有时候也跟个性有关 有些人的个性就是他比较容易焦虑 或者是比较容易感受到压力 那这样子的人呢 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当然就是吃饭不专心 比如说边吃饭边滑手机啦 边看电视啦 或者是边吃饭边工作等等的 都会导致消化不良 好,那消化不良呢 也会导致疾病哦 比较常见的就是像胃溃疡啊 胃炎啊 或者是胃下垂 这些都还算比较轻微的哦 那更严重的呢 可能会导致全身性的过敏 或者是肠胃的癌症哦 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消化不良的食物 进入肠道之后 这些食物呢会产生毒素哦 那这个毒素呢 经过小肠绒毛的吸收 进入我们的血液 那这个血液 带有毒素的血液呢 可能就会引发全身性的过敏 那或者是造成细胞的病变 也就是所谓的癌症哦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消化不良哦 好,消化不良 怎么办呢 很简单 让它消化顺畅就好了 那要怎么样消化顺畅呢 就是补充酵素哦 好,补充了酵素之后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恢复健康哦 好,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产品 布和穀物发酵粉 好,它有三大特色哦 第一个是 它里面有12种酵素混合 那第二个呢 它含有18种股类酵素 那再来第三个特色 它没有含任何的人工添加剂 一盒里面有30包 那一天一包是一个月的分量哦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特色 好,第一种特色呢 12种的酵素混合哦 好,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酵素产品 其实我们在坊间看到的酵素 很多都只有单一酵素 比如说凤梨酵素啦 或者是木瓜酵素啦 那像极库这一种 三种碳水化合物 或者蛋白质带脂肪 三种都可以帮助你消化分解的酵素 其实非常少见哦 因此呢 极库是一种机能性非常高的酵素哦 好,接下来第二个特色 我们含有18种的穀物酵素 那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们在补充这个酵素的时候呢 同时你也摄取了18种的穀物的营养哦 好,接下来第三个特色 我们的酵素是属于高活性 并且是没有人工添加物的 好,所谓高活性呢 我们在购买酵素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的效价 也就是它的活性哦 其实市面上很多酵素商品都只是一些蔬果的萃取物 然后经过发酵 它就叫做酵素 那其实呢 这样子的酵素对消化是没有帮助的 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酵素 它不能够帮助分解食物哦 那我们极库的穀物酵素呢 在淀粉以及蛋白的这个活性是非常高的哦 这边旁边有我们的实验图片 好,首先呢 把面包加水 那再加入我们的穀物酵素 三个小时之后呢 你会看到我们的面包 本来是一块一块的 都已经分解掉了哦 变成糊糊的样子 那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加入火腿 再加水 然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穀物酵素 一样经过三个小时之后 哇,你可以发现哦 这些火腿都分解成 很小很细碎的小块状 小细碎物哦 那已经变成糊糊的这个样子 这就表示我们的蛋白分解 以及淀粉分解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哦 那接下来呢 除了看活性之外 所谓保健食品嘛 吃了就是要对人体的健康有好处 你所保健食品里面呢 一定不能添加人工的添加物 那我们的这个补物酵素呢 里面也是不含人工添加物的哦 但是呢 它的味道呢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它有一种淡淡的补香味哦 补物的一种香味哦 好,接下来看谁适合补充酵素 以下六大族群呢 一定要来补充 健保衡补物酵素哦 好,首先呢 就是常常外食 饮食不规律的人 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他们的消化都不会太好 再来就是 你常常胃胀气 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的人 像我自己就是常用胀气 那也常常胃食道逆流 因此呢 我就常常要来补充这个酵素哦 再来呢 就是常常感觉消化不良 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的人 都要来补充我们的补物酵素 好,接下来压力大 经常感觉焦虑的人 像是有升学压力啦 考试压力 或者是工作压力的人 一定要来补充我们的酵素 好,另外呢 就是年长者 因为年长者的消化 唾液分泌 以及咀嚼的功能 还有我们的胃的酵素的含量 都已经减少 都已经降低了 因此一定要来补充酵素 帮助消化 再来就是饮食习惯不好的人 好,比如说 吃饭喜欢配汤或者配水 因为呢 它捞水水 其实会冲淡我们的胃益哦 那导致消化不良 那或者是 吃饭的时候不专心 这样子的人呢 也应该要在饭后 来补充我们的补物酵素 好,酵素的使用跟保存方法 首先呢 使用方法 可以直接倒入口中 那记得要搭配足够的水哦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实验里面都是有加水的嘛 或者是泡在牛奶或优格里面喝也很好吃 那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食用的时间呢 三餐里面 你挑一餐 是你觉得消化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吃比较油腻的 吃比较多的 就那一餐来吃 那饭后使用 千万不要空腹吃哦 因为空腹吃呢 有可能 那个酵素会消化到我们的胃壁哦 好,所以呢 记得一定要在饭后 胃里面有食物的时候来补充我们的酵素 好,接下来是保存的方法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那要小心的是 50度C以上呢 酵素就会失去活性 因此如果你要搭配食物一起吃的话 不要搭配热食 好,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第二个产品 也就是我们的肩膀和益生菌 好,首先 什么是益生菌呢 益生菌不等于乳酸菌哦 所以你在外面买的那些优酪乳啊 或者是养乐多啊 里面的是乳酸菌 而不是益生菌哦 好,乳酸菌呢 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微生物 在泡菜啊 优格或者是乳汁 酱油里面都会发现 那这些乳酸菌会产生乳酸 那这个乳酸呢 对我们消化是有帮助的 但是益生菌呢 是乳酸菌里面哦 经过实验证实 少数的对人体有益的微生物种类 叫做益生菌哦 微量使用就可以给宿主 也就是我们吃的人啊 带来健康 好,那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肠道菌虫生态 我们肠道里面呢 很多的菌 都寄生在我们的肠道内 那这些菌呢 有好菌 有坏菌 也有刺激性病原菌 所谓的刺激性病原菌 就是它平常呢 是对人体是没有害的 但是当我们肠道的环境 变成坏菌多的时候 这些病原菌 就会开始发作 开始让我们人生病哦 好 因此呢 吃益生菌的好处 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多于坏菌 改变我们的肠道 让我们的肠道 变成一个健康的环境哦 好 再来为什么要吃益生菌呢 首先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 我们吃进来 要让好菌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是第一步骤而已哦 再来第二个步骤 要让好菌 住下来 要住在我们的肠道内 再来第三个步骤呢 让我们的这些好菌呢 可以繁衍下一代 可以生出更多的好菌哦 那其实这些益生菌 繁衍的速度非常快哦 只要吃进来 一下子哦 就可以繁衍出非常多的后代哦 好 因此一定要记得持续的补充 益生菌哦 好 接下来看到益生菌的作用 非常多 第一个 它可以维持肠道的健康 预防腹泻跟便秘 帮助消化吸收 调整体质 增加抵抗力 还有减缓过敏 刚才讲了哦 肠道里面的毒素 会进入血液嘛 那这些血液呢 流片全身 其实对全身都是有坏处的 所以肠道顾得好 真的人就健康哦 那再来第七个好处 它可以减轻肝脏的毒性哦 当然还可以预防清血管 疾病 降低肩固醇 还可以降低血压 抑制致癌物 那最后呢 它还可以减缓乳糖 不耐症 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哦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跟益生菌跟肠道有关的疾病 第一个就是可怕的大肠癌哦 好 大家知道我们国人 十大死因第一位是什么呢 就是癌症 那癌症里面呢 十大癌症罹患率 第一名是大肠癌哦 好 根据微服部的统计 每13分钟哦 就有一个人死大肠癌 非常的恐怖 好 那要怎么样来预防 这样子可怕的疾病呢 就是要赶快来补充 我们的益生菌哦 医生呢 也建议要多补充益生菌 改善我们的肠道环境 让我们的肠道好菌 多余坏菌 就可以预防之后的 种种的疾病发生哦 好 接下来就是 让我们父母非常头痛的 就是小孩的过敏哦 好 其实每三个小孩 就有一个是过敏 这个数据真的很夸张哦 好 那过敏呢 包括过敏鼻炎啊 气喘 或者是异味性皮肤炎 都是过敏的 的一种表现哦 好 那要怎么样来改善 这些过敏的症状呢 好 当然 一样 要补充益生菌哦 补充益生菌 让肠道健康 那 进而让我们血液的毒素下降 就可以改善 我们全身性的过敏哦 好 接下来谁是要补充益生菌呢 其实不管男女老幼 因为刚才看到益生菌 对人体的好处 真的非常多 不管男女老幼 都要顾好肠道健康 因此呢 从1到99岁 真的大家都适合补充益生菌 那以下六大族群 是一定要来补充我们健保和益生菌的 一个就是 多外食饮食不规律的人 或者是日常蔬果 摄取就不足的人 再来就是怀孕的孕妇 因为孕妇在孕育下一代 我们都希望 下一代的小孩非常地健康 给她的血液也是健康的 因此孕妇一定要来吃益生菌哦 好 接下来就是便秘不腹血困扰的人 还有肠道机能降低的年长者 最后呢就是有多米体质的人 好 这六大族群 一定要来补充我们的健保和益生菌哦 好 再来教大家益生菌 应该如何来挑选呢 市面上领老满目的益生菌哦 好 那要怎么样挑选 才是对我们健康最有好处的 那为什么要来选我们的 极库的益生菌呢 好 来第一个 挑选的基准 总菌数要有100亿以上的益生菌 才会有感觉 那我们极库的益生菌 出场就有150亿以上哦 好 接下来要选择 亚洲国家的品牌 比如说台湾 日本 韩国 那我们极库呢 是韩国原装进口 适合东方人的体质 好 接下来要挑选 有益生质或者叫益生源的益生菌 好 所谓益生质或益生源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哦 我们刚才说益生菌进到身体里面 还要让它定值注下了 并且繁衍下一代 因此益生菌的食物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极库益生菌呢 含有国寡糖跟末寡糖 也就是益生菌哦 接下来还要挑选有菌株编号 最好呢 是要有专利的益生菌 那我们极库益生菌呢 六种七样的益生菌全部哦 都是专利益生菌 好 接下来呢 要挑选有包买的益生菌 好 因为有包买的益生菌 才能通过胃酸直达肠道 好 那我们极库益生菌 有双层的微胶囊专利技术包买 可以帮助益生菌通过 胃酸的考验直达肠道哦 好 接下来就是要选择粉包益生菌 因为呢 根据实验数据证明哦 粉包的益生菌效果比较难 以及定状的益生菌都来得好 那我们极库益生菌呢 每包的粉末就是有2.5克的粉末包装 好 接下来要选择有 食品安全认证标章的 那我们极库益生菌就是有 韩国优良制造厂GMP的包装哦 好 再来选择高性价比的益生菌 益生菌的效果好 那也要大家能负担得起嘛 那我们的益生菌非常高CP值哦 每合1020元哦 免费加会员还可以带打7折 非常的划算 非常的便宜 好 接下来呢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些益生菌的迷思哦 好 菌种越多越好吗 很多市面上的益生菌 强调自己的菌种很多 但是呢 要知道哦 菌种之间也是会互相竞争的哦 好 因此呢 4到10种才是最合适的 那我们的极库益生菌6种7样 刚好是在最好的范围里面 那当然菌数越多越好吗 其实也不是哦 超过300亿以上 其实就没有显著差异 意思就是说 你吃300亿的益生菌 跟你吃好几千亿的益生菌 效果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存活率 吃进去的益生菌再多 如果不能活着到肠道 都是无效的哦 好 来我们的健保痕益生菌呢 这是我们的外包装 一盒呢 是30包一个月份哦 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哦 好 那如果是比较小的婴幼儿使用的话 可以融在水里面或融在奶粉里面 再让小朋友食用 好 那以下呢 是我们6种7样的益生菌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种益生菌呢 都有它对应的对肠味道很好的功能 那里面呢 不含无效的长球菌 很多市面上的益生菌呢 都烂于充数 拿一些无效的一些球菌 来添加在里面哦 那我们极库6种7样的益生菌里面 是没有含长球菌的 每一种都是对人体健康很好的哦 那另外呢 还有以下特色 它可以呢 抑制坏菌 有助于排便顺畅 另外它可以生成CLA 也就是共二氧麻酸 这个共二氧麻酸呢 对人体也是很有好处的哦 好 接下来呢 来看到我们极库健保痕益生菌 每一支都是有专利包埋的 这边呢 都是有专利认证的 这边呢 都是它的这个专利的认证字号哦 好 一般市面上的益生菌呢 大部分都不会标明菌株编号 好 那有专利认证的益生菌 更是少之又少哦 那我们极库益生菌六种 竟然都是专利认证哦 真的非常难得哦 好 另外呢 除了菌株有专利之外呢 我们的围胶囊包埋呢 也是有专利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双层围胶囊 包埋的专利证书 可以帮助益生菌通过微酸胆解 直达肠道 好 接下来第二款益生菌 是我们监导痕植物性益生菌 好 植物性益生菌呢 不是从奶类提取的 而是从泡菜跟发酵的马蹄菜中所提取的 所以呢 纯素可食 一盒里面呢 就是60包 一包一样是2.5克哦 好 那跟我们的动物性的益生菌 有哪些不一样呢 首先第一个 它的耐味酸能力就高达了3倍以上 好 这是我们的实验数据哦 可以看到植物性的益生菌 在人工胃益里面的存活率有90%以上 那动物性的益生菌呢 大概只有2到30%哦 接下来第二个特色 它的长棉墨的附着力 也比动物性益生菌高达2倍以上哦 意思就是呢 我们吃植物性益生菌一包 等于你吃动物性益生菌2包的意思哦 好 接下来抗菌力呢 也是植物性比较优哦 好 可以看到植物性的益生菌呢 在实验数据里面 对于大肠杆菌啊 金黄色葡萄酒菌等等的 坏菌的益智力的益智呢 都高达2倍以上哦 好 再来就是温度的安定性哦 我们植物性益生菌的温度安定性也很高 因此呢 你在保存上面呢 会来的比较容易哦 随着时间的经过 我们的益生菌呢 不会因为温度而产生递减哦 好 再来呢 来介绍什么是后生源 后生源又叫做益源质 那或者呢 也有人叫它类生源 好 那它呢 其实就是益生菌的代谢物 它不是益生菌哦 是益生菌经过热处理之后的火性物质 那它跟益生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第一个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肠道的菌层生态 跟益生菌一样哦 都是对肠道有好处 那跟益生菌不同的是 哇 它的抗菌力更高 第二个它不会被胃酸胆碱破坏哦 因为它不是益生菌 它不是果的东西哦 好 因此它完全不怕胃酸 另外呢 它也完全不怕抗生素 很多人说生完病呢 要吃益生菌 来赶快让我们的肠道回复健康 但是呢 吃药 如果你吃的药物里面呢 含有抗生素 那你吃益生菌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益生菌不会被抗生素所杀光嘛 但是你吃我们的植物系益生菌 就不会受影响 因为里面的后生源呢 完全不怕抗生素哦 好 再来呢 后生源的特征跟功效 很多刚才都讲过了哦 那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可以舒缓胃炎哦 它有舒缓胃炎的效果 对胃也是有好处的 好 接下来呢 益生菌要怎么使用跟保存哦 首先使用方法 可以直接倒入口中吃 那我们这两款益生菌呢 其实直接吃都蛮好吃的 那如果你是要给比较小的 婴幼儿吃的话 可以泡在水里面让他们喝哦 一天可以一到两包哦 那使用的时间呢 空腹使用是最好的 比如说你早上一睡醒就吃 或者是睡前空腹吃都可以 再来保存的方法呢 常温25C以下 那夏天呢建议就放在冰箱 因为我们台湾比较热哦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胶原蛋白及溶饮 怎么是胶原蛋白呢 好 胶原蛋白其实是人体很重要的蛋白质之一哦 而且它也是我们人体蛋白质里面呢 含量最多的 算三分之一这么多哦 它分布的地方非常多哦 分布在皮肤里面 以及骨骼 软骨 肌腱 眼睛里面都有胶原蛋白哦 另外血管壁跟内脏里面也都含有胶原蛋白哦 好 另外呢 胶原蛋白的功效 首先第一个它可以修复 修复粘膜组织 我们身体的粘膜非常多 包括胃粘膜 眼睛也有粘膜 我们的脚膜 以及肠道也有粘膜 以及我们的私密处也都有粘膜 我们的口腔也有粘膜哦 那这些粘膜呢 其实我们胶原蛋白都有修复的这个作用哦 再来呢 第二个好处 它可以强健骨骼 减少钙的流失 因此呢 如果你要 你的骨骼呢 你想要保养你的骨骼的话 其实也应该要来补充胶原蛋白 再来呢 就是 活化关节修补新生哦 好 我们的关节呢 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胶原蛋白构成 所以如果你要保养关节的话 除了这个软骨素以及钙片之外呢 我们的胶原蛋白也是一定要来补充的哦 再来第四个好处呢 就是女生最爱的哦 它可以抗皱节 恢复我们肌肤的年轻哦 每个人都很爱美哦 爱美的女性一定用来吃我们胶原蛋白哦 好 再来为什么要补充胶原蛋白呢 胶原蛋白难道不能自行制造吗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从20岁开始 我们人体自行制造的胶原蛋白 就会逐年下降哦 到40岁的时候呢 哇 会发现我们的胶原蛋白的量 那竟然不到20岁的一半哦 非常可怕 好 那因此呢 要来赶快要来补充胶原蛋白哦 好 那我们的肠胃道呢 刚才讲胶原蛋白主要的 这次介绍胶原蛋白主要的 这个功能呢 在于介绍他对胃黏膜的修复哦 好 其实呢 很多人呢 会说自己胃不好 好 那为什么会胃不好呢 常常会说啊 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那个 因为我胃不好 好 那常常胃不好的人 可能就是因为 你的胃黏膜已经受损哦 那胃黏膜受损的原因呢 可能是喜欢吃辣的 或者是喜欢吃油腻的东西 或者喜欢吃冰的东西 比如说冰棒啊 冰淇淋等等的生冷饮食 都会造成我们的胃黏膜受损 另外呢 喜欢喝酒也会 那再来就是情绪哦 焦虑 紧张的情绪 也会造成我们的胃黏膜受损 因为呢 会导致这个胃酸分泌过多 胃酸分泌过多呢 其实呢 会侵蚀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哦 好 那胃黏膜受损的症状 包括上腹痛 也就是肚脐上感觉疼痛 或者是腹脏 我常常脏气 灼热感 也就是所谓的火烧心啊 那再来呢 更严重的就是 可能会有呕血 吐血 或者是黑便 这个黑便呢 是那个大便的颜色 真的跟墨汁一样黑哦 我们就表示你的胃已经在出血了 好 那这边呢 是我们的胃黏膜构造图哦 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可以对应到不同的胃的疾病哦 如果是损害到黏膜层呢 那就是表现性的胃炎 那如果在损害的更深 到黏膜下沉呢 就是萎缩性的胃炎 那在损害更深到肌肉层呢 就会造成胃癌哦 那在更深到僵膜层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所谓的胃窗孔 那胃窗孔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有呕血跟黑便 这种这么可怕的现象发生哦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胃可能已经非常不舒服了哦 好 那要怎么样来改善 这样子的情况 胃黏膜如果已经受损了 还可以修复呢 妈 答案是可以的哦 只要补充我们的胶原蛋白肌容易 就可以来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哦 好 因此如果呢 你的胃不舒服去看医生 吃药吃了很久都没有改善 那不妨来试试看 补充我们的胶原蛋白 开始修复你的胃黏哦 好 让我们的胃呢 恢复成这个元气肠胃哦 好 那要怎么来补充胶原蛋白呢 两种方式 第一个呢 可以透过食补 或者是小分子胶原蛋白的保健品 那食补呢 也就是你摄取很多蛋白质的食物 进来胃里面呢 会经过肠胃的分解 变成氨基酸跟生态 那再经过肠道的吸收 那肠道吸收之后呢 会在体内合成各种蛋白质 那我们人体的蛋白质 不只胶原蛋白嘛 因此你透过食补 吃进去的蛋白质 经过消化分解再吸收 再合成的蛋白质 不一定是胶原蛋白 因此呢 它的效果呢 是比较不好的 那如果我们要补充胶原蛋白 最好还是用小分子胶原蛋白的保健品 方式来补充 因为我们吃进来 直接就是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直接就可以以胶原蛋白的形式 在肠道被吸收跟利用 效果呢 是比较好的哦 好 那要怎么样来选择胶原蛋白保健品 以及为何要选择极库的胶原蛋白 脂溶饮呢 第一个基准 一定要选择小分子哦 分子量要小于3000道尔顿 才可以被肠道直接吸收 但我们的极库胶原蛋白脂溶饮分子量 非常小哦 是小于1000道尔顿的哦 因此呢 市面上的其他品牌 大概都是2-3000 那我们极库呢 是到1000道尔顿以下 因此效果远好于其他的品牌哦 再来第二个基准 要选择是以鱼鳞萃取的哦 市面上很多的胶原蛋白 都是鱼皮啊 或者是猪皮萃取 这些萃取的吸收率呢 都不如鱼鳞来得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实验数据哦 鱼鳞萃取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好 那我们极库的胶原蛋白脂溶饮就是鱼鳞萃取哦 另外呢 我们的胶原含量呢 高达90% 也是远胜于市面上其他的胶原蛋白产品 另外我们也没有含任何的人工添加物哦 刚才说到吃保健品 就是要对身体好嘛 那如果添加了很多的人工添加物 那这样子还叫做保健品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没有人工添加物的哦 接下来第三个基准就是要选择高纯度 好怎么样来判断纯度呢 其实蛋白脂粉遇到水哦 会聚合在一起 不容易搅散 因此纯度越高呢 越不容易搅散哦 那这个是我们极库的 胶原蛋白及溶饮的粉末哦 到入水中你会看到 它都是聚合在一起的 经过一分钟之后 如果你不靠外力去搅拌它 它是不会溶 它是不会散开的哦 那其他厂牌的呢 过了一分钟就散开了 可见它的纯度呢是没有很高的哦 好那再来第四个基准呢 就是要添加机能性的复原料 好那像我们呢 就有添加维他命C维他命B6 以及玻尿酸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吸收 那这个玻尿酸呢 也是增皮层的三大要素之一 跟胶原蛋白一起支撑皮肤保留水分 帮助我们的皮肤哦 可以保湿抗皱哦 好那再来谁适合补充胶原蛋白呢 底下六大族群一定要来补充胶原蛋白哦 好首先就是 担心肌肤松垮粗糙的人 以及皮肤老化皱纹增加的人 相信大家爱美的人都很害怕这些现象哦 所以一定要来补充胶原蛋白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肠胃道保健嘛 因此呢想要照顾肠胃道健康 想要修补胃炎末的人呢 也一定要来补充胶原蛋白 那再来胶原蛋白对骨的关节 也很有好处哦 所以呢想要保养骨的关节的人 也一定要来补充 另外呢想要护眼的人 因为胶原蛋白对我们的眼角末 以及红末都很有好处 想要护眼的人也一定要来补充哦 好那这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外包装 那一盒里面呢有30包 一包13.5克 那一包呢是一个月的分量哦 好使用的方法呢 记得一定要泡水哦 因为它叫做胶原蛋白极容易嘛 所以一定要泡水 不用直接倒到嘴巴 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粉它的颗粒非常的细哦 不过你直接倒到嘴巴有可能会呛到哦 所以一定要泡水喝 好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那使用的时间呢 如果你是要修复胃绵末的话 那建议你是早上起床空腹的时候吃 这个时候它修复胃绵末的效果是最好 那如果呢你是要帮助美容抗皱 或者是帮助睡眠的话 建议你可以睡前吃 好再来复习一下哦 我们今天介绍的四种产品 有固肠道的益生菌凉反 以及修补胃壁的胶原蛋白极容易 以及固胃助消化的骨物酵素哦 好那这四种产品呢 都是需要长期服用的保健品 它不是塑效的药品 所以建议大家持续使用三到六个月以上 你会渐渐的看到它的效果出来哦 好帮你做到未健康长不老哦 好那我们的这个肠胃道保健套组呢 你可以在益生菌两款里面选一款 如果是这个动物性益生菌呢 可以买两盒 或者是植物性益生菌一盒 那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极容易 跟服务酵素各一 这样子的一个套组呢 就可以送护肤组合哦 好意思就是呢 你买大概4000块就可以送你大概1000块的产品 非常的划算 CP值超级高 因为你在外面哦 任何的药妆店或者是大卖场 你买4000块 它是绝对不可能送你1000块的产品哦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自动续购优惠哦 买满50BB就送你1000元的产品哦 好那第一个月呢送你的是 这个去角质凝胶以及CK喷雾 好去角质凝胶呢 爱美的女生都非常需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清洁很重要 如果你的角质太多太厚 保养品呢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吸收的哦 好那这个CK喷雾呢 哦里面呢满满的人生精华哦 噴在我们的脸上不只可以保湿 还可以加强皮肤的屏障哦 好再来呢第二个月送你的是 连续购买 第二个月的50BB的产品呢 它就送你的是 钙细胞全效喷雾 好里面呢有我们的人体脂肪钙细胞 另外呢还搭配 微脂脑包覆技术哦 好喷在脸上呢 可以直达肌肤底层哦 效果非常的好 当然呢第三个月送你的是 皮肤修复凝胶 好它的作用呢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 肌肤上的一些小伤口 帮助伤口愈合 另外呢也可以在晚上 当做晚安面膜 敷着睡觉 有点早上再撕掉 你会发现哇这个皮肤的保湿度啊 以及保养品的吸收效果 都超级好的哦 好那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划算 这么优惠的价格呢 因为我们极库是一站式的系统哦 好我们的GB通用生计呢 是上游的制造厂 那我们下游呢就是 GC极库负责销 好这样子一条龙式的销售系统 可以帮助提供稳定的产品工艺 以及合理的价格哦 好也就是做到最高最低价格 好最后提醒大家呢 自己使用保健品健康之后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亲朋好友也一起身体变健康 另外呢还可以透过极库平台 让你的分享变成多一笔的收入 也就是让消费变成商机哦 那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在极库这个平台找回梦想 谢谢大家